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在近次实战背景下磨练技能 磨力一致 演习将持续到8月29日 上河组织成员国每两年举行一次和平使命联合反恐军演 此次是第七次联合军演 也是上河组织历次联合军演中动用兵力 装备最多的一次 参演国包括中国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印度和巴基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派出十人 作为观察员观摩军演 演习 以路军 空军以及新型作战力量为主 出动兵力3000多人 2016年为1100人 军事技术装备500兜舰 分为战略磋商 联合反恐战役准备 战役实施三个阶段 主要演练战场侦察和监视 联合火力打击 联合反恐等科目 一提升上核组织国家指挥机构 兵力和装备在反恐行动中的配合能力 俄媒体衬 此次联合军演有两大亮点 一是俄罗斯将向其他参演国传授在叙利亚获得的反恐经验 展示俄罗斯和叙利亚部队使用新型武器和打击恐怖组织方法 包括操作无人机 使用直升机和战斗机等 俄国防部长邵一谷表示 当前上核组织安全领域 挑战和威胁正在发生变化 成员国需要有效手段 包括通过极 实信息交流 遏制恐怖主义 向上核组织责任区渗透 二是两个新成员国 巴基斯坦和印度首次参加联合反恐军演 进一步增强上核组织力量 俄军事专家指出 随着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加入 以及十个国家成为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 上核组织的影响力不断扩展 中国此次派出参演兵力743人 2016年约位270人 包括一个陆军装甲坦克战斗群 一个空军战斗群和一个特重作战分队 参演部队游戏部战区陆军 空军所属部队及军委加强配属力量 装备编程 经过多天分批机动 已于8月18日晚 全部抵达演习地域 俄罗斯中部军区宣布 中国参演航空机群 包括两架歼11多用途歼击击击 四架歼7击击轰炸机和6架月9多用途运输机 还有4架米171多用途直升机 4架5直15装直升机和2架1276运输机 演习期间 飞行员将演练向备用机场专场 掩护开进路线上的部队 人员机架 空中侦察 以及对地面目标实施导弹炸弹打击等课目 此前 中国参演陆军分队与百件军事技术装备及特种设备 包括坦克 装甲运兵车 布战车 数十吨物资和弹药等 已通过铁路运笛演习场 此次联合军演哈萨克斯塔军队出动约200名军人 60件武器装备 印度派出近300名军人 巴基斯坦派出近100名军人 参演兵 力最多的是俄罗斯 共派出约2000人 同时出动2C-3自行榴弹炮 BM-21火箭炮 单兵防空导弹系统和机动型电子战系统等 另外 俄16架米24攻击直升机和米8运输直升机将在演习期间 对地面集群提供空中支持和物资运输保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